阿達從入TV就認識他 初初我都不可以 但他是很勤勁 林嶺東的導演天分 我還覺得他略比杜琪峰高 無線是一個很懂得擦鞋的地方 我就不擦鞋 你又說五百多人找到我 一句二斤叫我走 好像沒什麼人情給你 你提了一點周星馳 你也跟他做過卡羅茲江 你還做過開叔 你跟他做的時候 你覺得怎樣 你對這個年輕人當年 周星馳是一個另類的演員 如果要嚴格說 他跟所有演員不協調 他那條表演的拉是他自己的 所以演員跟他一起很辛苦 我覺得吳曼達跟周星是很成功的 他不溫不夥 好似搶又好似不是 即是若有若無 這個在表演上的境界來說 阿達是搞得我挺服他的 因為由我認識他的第一次在TVB 到他最後期 他闖出了他自己的一條路 你覺得他如何慢慢去改變 他那種演戲的方式 他現在的方式是 我適應你 我遷就你 但你不要讓我有納揭走出來 一有我就標你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演員 所以 其實 周星馳也很忌他 我在旁觀看這件事 他很忌他 阿達老實說 我從進TVB就認識他 初初我也不可以 但他很勤勵 其實作為一個演員 所有TV的演員 95%都勤勵 都想闖出一個名堂 但不是這麼容易 太多人 除了太多人之外 是天分 演員是要說天分 不是說你多厲害 很多小生都不可以 他不英俊嗎 不是 但他沒有天分 在TVB那群導演監製 你有沒有說最合適 是哪幾個 你覺得 以前那時是 杜其鋒 邱家雄 李鼎麟那群 你覺得那時是最合適 你覺得他們的創造力較好 是哪幾個 我一直都看起 兩個未升的導演 一個是杜其鋒 一個跟杜其鋒拍檔的 那個叫甚麼名字 過了新的 林領冬 林領冬 林領冬的導演天分 我還覺得他略比杜其鋒高 但是可惜 林領冬 做事太慌了 沒有杜其鋒那麼綿綿俱緣 他兩個 其實 他一 他升了導演之後拍攝 我就告訴他們 我們兩個都看很多日本電影 不然是日本電影 所以他們兩個出來的畫面 我一看我就知道誰是導演 他們說你這麼聰明 你看到誰是導演 我說不是 因為我很留意這兩個小孩 他們是很有心機去學導演 還有很有心機去拍攝 我就是很喜歡這兩個小孩 我一看林領冬擺鏡位 我知道他將來不得了 可惜這是人的性格 到他死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還未抹到一級 未抹到一級 就是作品少 但是他真是一個好導演 師傅你對喜劇那種演繹 和普通戲劇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記得 你有一套電視劇叫做 《歡樂長安》 你還有一個御廚的 叫做《吃不得》 聽聞好像那套劇 是拍攝TVB時的高層 你自己當時做喜劇 你覺得怎樣 你不要管他拍攝什麼人 你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 喜劇呢 他有喜劇的元素 你要掌握了他的項目 是說什麼 你就在項目下苦工 但千萬不要做錯 不要做錯 我從來不做錯 不要說三分鐘就要有起點 你要在那裏攪 如果要有就有 就像我老師所說 有就有 沒有你只要擠他出來 擠牙膏也擠不到 你不要去搞太多東西 電影比較少拍 不過如說喜劇 剛才你走出來新藝城 幫我拍攝三鬼鳳書界 當副校長和Manna姐 那是否因為白榮哥 跟你在TVB時 拍攝黃飛鴻時認識 所以就跟他拍攝 其實我跟黃柏銘熟了很久 好像做話劇 我跟他一起 他第一個話劇是我導演的 他是一個很熱誠 和很喜歡演戲的演員 他成功是因為他真的肯去做 肯去博 我不成功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喜歡搞舞台劇 和我一拍完我就離開了 我很少埋堆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在這個行業裏 我沒有太多朋友 我不多 我真的不多 這行很有趣 你紅的時候真的會捧你 你壞的時候真的不理你 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最記得 好笑的 那時不太流行 久不久就出去 白馬行 對 東一金 有一次是黃淑儀 我 梁淑儀 葉傑兄在一起 我剛進入無線 沒多久 人人都說 無線是一個 很懂得擦鞋的地方 我便不擦鞋 一開步 我便跑前過梁淑儀 結果一隻手掌握著我 長安琳 讓老闆先走 我便知道 這個世界是老闆要先走 TVP已有如剛 即是你副劇情 你自己的定位是怎樣的 我不定自己的位置 你拿東西來給我吃 我一定交給你 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百達演員 我甚麼都可以做 除了一個小孩我做不到 扮女人都可以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沒有推過演出 多辛苦我都吃 因為我太喜歡演戲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就像你剛才前面所說 你不是被他們編了中或間 就是中間 我看你拍很多劇 但有時一部劇好像出事 因為我把自己擺的位置 我中間也可以 總之你找我便能吃起你 原來這是錯誤的 你要先埋一堆 先埋一遍 總之一間了 徐廣林 你看到你在中間 這個不好你用它 可能有些重器給他 我覺得自己走錯了一部劇 都沒有所謂的 都幾十年了 不過像你所說 因為你又拍舞台劇 又要拍TVB 所以當時 就少了拍電影 沒甚麼機會拍電影 其實不是太忙了 是我的樣子 我覺得可能在電影裏 我不是太上鏡 還有我很少出來交際 別人說一起去吃飯 我一定會離開 因為我很怕別人捉住我 我經常都留點時間 讓自己搞舞台劇 明白嗎 所以不拍電影 我不會覺得自己是走步 因為我希望多點時間 去訓練自己的劇團 出外演出 好像有一套 我想我們近年才看到的 但你其實很重的氣氛 很有發揮的 就是三本政治 布代奧跳劇 很多在布代奧拍 又是廟街 怎會找到你去拍攝 很有趣 那一年我48歲 真真正正的48歲 那一天本來是我廣州師傅生日 我準備買了票去廣州 誰知10時左右 有個劇部打電話給我 叔叔 有一部電影 想找你來嘉士廷 你很幸運 500個演員找了你 導演喜歡你 你可不可以來 我是甚麼戲 我有一部日本戲 老實說 日本戲對我來說 我是挺崇拜的 因為他們真的拍得很好 說日本男子導演我多大都去學習 立即一口答應他 原來他在銀都見 上到銀都 跟導演握手 說了一句哈佬 誰知哈佬完之後 導演一看著我 他就問他太年輕了 太年輕了 那個劇部 導演說你太年輕了 如果你在香港便不能爭辯 香港的導演說你年輕便年輕 我不喜歡你便不喜歡你 但他是日本男子導演 我幾乎都在銀 我說你又說500多人找到我 一句二年輕叫我走 好像沒甚麼人情味 你告訴我為甚麼我二年輕 那個翻譯就說 阿叔 因為他找了 劇中裏面的老婆 年齡比你長大 老過你 所以導演覺得你太年輕 他要找一個可能比較老一點的 我說你要找一個演員多少歲左右 48到50 我說我今年就是48 拿個身分證給他看 我說你跟我告訴導演 如果男和女之間 在這個年齡 男人一定比女人年輕 他就告訴導演 導演看著我 他就在這個眉頭 這個混蛋 這樣就告訴他 你叫他做幾個片段給我看 我看看他可以不可以 叫我做一個猥瑣人 說色情人 說給我15分鐘 我不用用5分鐘就行了 需要15分鐘而已 那位翻譯就問我 可以不可以阿叔 我這些只是練習而已 平時都要做的 要不需要15分鐘才告訴你 當然是牙刷 做完之後 導演就托著頭 看著我 給我考慮三個小時 那位翻譯就跟我說 我兩點半鐘就乘車去廣州 你兩點半給我電話回覆 好不可以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肯讓我試 那我試了 你可以說我不行 對嗎 好了 兩點半鐘 那個劇部打電話來 阿叔你真厲害 你拗贏了一個日本仔 我日本仔請你 那你甚麼戒口 你告訴我 我說日本片戒口 阿叔你別這麼貴 別這麼貴 一個日本仔沒有水 我沒有水他拍甚麼 他就是想 拍一部他自己喜歡的電影 現在這班人來跟他做事 全部都沒有收他的錢 我說這樣 那你不如告訴我 我應該收他多少錢 錢對我來說真的不重要 我真的想學習一下 他說這樣吧 阿叔你收他四千元一日 我隨便吧 那幾天呢 給你十天 我說好了 你告訴他 我跟他簽約 十天 我便去了廣州飲 飲完回來簽約 簽約開工 他們的後台工作人員 真的很一流 做事 步驟 安排得很好 調理得很好 我們在布袋會開工 第一天就拍我 我真的不是牙策 所有都是剔一 所有都是剔一 到李長衣上場了 剔三四都不行 休息 他便走過來罵我 死人隨便說 你是剔一 我為何要剔三四 說李長衣 凡是國語片的演員 都是略為誇張一點 因為他們的風格是這樣的 我們生活一點 我們生活一點 你不要做那麼多 因為這是日本仔戲 會好過我嘗試一下 下午 真的又是剔一 阿葛徐一林你很厲害 我當然 因為我們知道他的灘魯 在路拍 拍了大概四天左右 突然間 那個導演逃跑 阿叔 那個導演逃跑 我說 不拍了 不拍不拍 也沒辦法 他給了兩萬元 四萬元而已 三個月後 又打電話來了 找個日本仔回來了 娶了老婆 拿了一些家裝來 再拍過 我說那怎樣算 上面那兩萬元給你 重新再簽那張藥 本來四萬元 變了八萬 無所謂 就簽了 再拍 他有一個老的演員 胃癌 走了回去不來 他就找一個女人 有一個肥女人 那個肥女人其實不是演員 是一個兒童心理學專家 找了他來拍 你講那個 突然間 他就說 之後就找了演員做 所以就變了女人變成男人 對 玩得很好笑 玩得很好笑 因為他胃癌 胃癌那個不來 一直在拍 拍完之後 臨走的時候 他也未付夠錢給我 給我兩萬元 就跟劇劇說 遲些我會寄錢給叔叔 你告訴他不用擔心 其實我過夠戲印了 那兩萬人 給不給也無所謂 結果後來真的給我 但這部戲 我們一直都沒有看過 香港沒有做過 香港沒有做過 我朋友過去看街頭有沒有這些 導演帶 都沒有 都沒有 我覺得我自己演過這個日本仔戲 我演得不錯 挺開心 自己挺舒服 就是這樣 你玩得很盡 你又咬魚 導演很盡 導演很盡 你為何要配合他 對 沒有的 因為你是演員 還有這是喜劇 你要找出喜劇元素 這就是你的功力 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種 這次也是考試 你明白嗎 考試 我覺得我自己也合格 後面結局也有雙金牙 有很多造型 對 有很多造型 其實廟街那些有沒有偷拍 還是被人趕 我沒有趕 他簡直是 你就是你 趕快 趕快就算 一直追著來拍 旁邊有很多人看 那是 踢溫 暗日冷踢溫 你跟幾位演員 小妖 他們 合作是怎樣的 你覺得 幾位 這麼大途的年輕人 你當然要遷就他 對嗎 難道你還登起款式嗎 小妖沒事的 好玩的 那幾位日本演員 那幾位女主角 要經過翻譯 跟導演想要做甚麼 對 有件事我要提一提 日本人的精神 是非常好 一開工 他們就跟我說 那個攝影師 是黑澤明的第二號助手 那個導演有甚麼要問他 都要先鞠鞠鞠 那我就知道這是非凡人 我都對他很尊敬 是黑澤明的 第二次再回來拍 導演不滿意這個攝影師 不知道甚麼 自己拿著鏡 我當然是覺得這個攝影師 不會來的 是吧 誰知道這個攝影師也來 還自費來 我心想 難道他看看這個導演 怎樣比他厲害 是吧 我也是黑澤明的第二助手 你不喜歡我 我看看他 原來 他不是來檢查他 他是來看他怎樣摺鏡 當他的鏡頭不對的時候 他告訴他 他應該這樣才摺得到 我真的在他後面縮然起徑 這種專業精神 香港人是沒有的 是吧 打完工後你不聘請我 我便知道你 他不是 他真的 所以我覺得別人的進步 是有代價的 有理由的 這一點我都會學人 裡面有些小朋友 他們很聰明 他們是怎樣 你知不知道他們是怎樣 那群小朋友 我跟他們沒有戲 與我無關 我看不到他們 但我覺得他出來的效果很棒 是一個很開心的經驗 是的 大哥回來了 鼓掌 放吃飯一時 未開過工 那時我沒有糧出的 老闆說 那你就去拍吧 有錢也要去找吧 吃那幾十元 要不要拿這麼大的剪片來回答我 是不是 因為我是你的頭 當然要討好我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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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是 你